大師兄回來了 說什麼? 我感覺到 全部回來了 有表我迎春花 人人小喇叭 老X我迎春花 無聊任戰爭不打 平靠也迎春花 為什麼會這樣? 我三個無辣辣 若難仇神歡樂也 歡迎各位正體歸圍 有什麼留下開啟節說 1 2 3 財神都 財神都 好心得好抱 財神話 財神話 賺錢已正路 財神都 財神都 好走快兩步 得到他看戲戲 你有錢到 好 又回來了 我們回來了 家事再賽 來 好 繼續說說 小婆開第三次 好繼續 我們講完嘴 其實還有一兩個位置 我們都會看到 第一是耳朵 耳朵 我們通常在上書來說 管小時候 一至十四歲 十分快樂 我覺得在座三位的耳朵都漂亮 至少耳貼老 我們對面不見耳 正面就見不到耳朵 見不到耳朵 通常小時候 童年會比較快樂 很快樂 很容易很快樂 剛剛 魯表 你說過大膽 小膽 耳朵很決定膽大 嘴嗎 嘴也有 嘴也有一部份 但是耳朵呢 我們都是用來衡量膽的 因為耳朵 大膽的耳朵會怎樣 大耳呢 即是耳朵越大就越大膽 是啊 耳朵大膽 其實我覺得自己很小膽 但別人會覺得我很大膽 喂 如果反骨耳呢 好像黎明 如果我帶女兒回家早 算不算大膽 哈哈 不是 你在耳朵上 你在耳朵上 你很大膽 這是沒有人性的 這是沒有人性的 食膽包子 就是這樣 即是以反骨耳 反骨耳又是什麼意思 如果以我們的確違 就是倫非確反 學名 都不是那麼好的 主要不是那麼好的 他童年時代 有些時間會比較辛苦 或者爸爸媽媽會比較辛苦 那段時間 倫非確反 我弟弟就是反骨 是嗎 即是有病 有沒有病 會不會小時候 沒有病 沒有說小時候身體可以的 總之我和我弟弟是 雖然同一個家庭出身 但是他和我曾經很開心 但是我弟弟就比較差 是 當然這個也是有影響 因為你始終來說 我說小時候童年開心不開心 很大程度上是看耳朵 而且也要看成績 如果他多受善感 他都不會開心 那耳朵還有什麼看呢 耳朵除了這樣之外 就是看腹 腹 耳朵大的 有耳珠 腹氣好一點 都是修圍來的 我們經常聽說 有些人可以修行 所以耳朵會越來越長 像壽星公那些 佛祖 那我三個都挺漂亮的 你真是耳朵手 是啊 不是啊 你耳朵 你耳朵真的漂亮 我呢 其實每個都很漂亮 其實什麼時候才會耳朵呢 其實耳朵行得早 耳朵行得早 耳朵行得早 是小時候耳朵 跟晚年是一個掛勾 他吃了很多好東西 是啊 你看一下 是啊 那些漂亮的 我看到有些人 耳朵 我看到那些耳朵 是尖尖的 就是上面 好像蝙蝠那些 那些是 那些是 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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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尖的 我們有圖可以說話 其實如果耳朵尖 或者耳朵高 高過微起那些 通常來講 都是聰明一些 而且懂得計數 如果尖就更加要 如果真的 不要這樣說了 就是說 你如果找夥伴 就留意一下 如果本身耳朵很尖 那些耳朵 那些耳朵 大家清清楚楚一些 即是困惑一些 會有這樣的談 那些耳朵 但是聰明 耳朵眉很難 耳朵怎麼過得到 耳朵 高過高起和微高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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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到的 但是你都差不多 你都差不多 即是叫平 是的 所以不跟你算 你就不會跟我算 都很聰明 如果我跟你算 你就算會爆我 我會的 我 我是的 就是我 這個做人是這樣 我沒有所謂的 為何會不會大家這樣 大家不能算 這樣 那些計 拿著酒來 叫你開咪 跟著你說 不能有空 回工 他會把酒丟爆 那如果這個呢 這個叫法令 拳骨和法令 對嗎 拳骨法令 剛剛我們都會看到的 拳和鼻要對稱 即不是叫對稱 是軍 即是你的鼻高 拳都要高 即是總之的感覺 不要覺得 為何這個人拳骨那麼高 但是他的鼻 又不高 因為你覺得拳骨很高 即是 某程度上 因為鼻不夠高 你便會覺得他高 尤其拳骨高 和拳骨橫 例如剛剛那位朋友 我不知道哪位朋友 他的拳骨 有點橫行 有點橫向的拳骨 不知道這張照片有沒有拉橫 我們所謂呢 有一支比較難頂的老友記 例如拳橫 即是拳骨向橫生的 拳骨向橫生的 如果加上他的鼻不夠高 其實拳橫呢 如果有肉包都還好 沒有肉包 即是好像一塊骨 硬出來的那些 是的 硬出來的那些 他本身那個 我又 你拳骨不算起的 其實是肉 你拳骨不起 對比起你的鼻來講 你的拳骨不算起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就 如果管人有點懶 拳骨是拳骨 拳骨是拳起的嗎 拳骨是拳起的 那我呢 你都ok的 但是相對比 是拳骨 不用說 他做個鼻高的拳 是的 他鼻高的拳 如果這樣說 Rexy的話 其實做回一些自由職業 自由職業 自由職業就對了 因為管人會辛苦些 嗯 然後 然後 嘩 丟東西 哈哈 是啊 吹彈 還有 如果你拳骨夠起 那你就可以管人好管些 但是不要橫 橫就攻擊性高 就是避 英避 就會變成霸道 是必然的 你橫 還有我們所謂的 以後見衰 那些 反骨 以後見衰 也是 酸 就是我這些叫拳骨 叫高 你的拳骨算高 哇 對比起鼻 對比起鼻來講 你算高 你不要只為自己發臉 有幾兩肉就不高 起碼match 起碼match 就有幾兩肉 那之後呢 我們還要看法令 即是鼻旁那兩條蜜 他最深 我很深 我現在很深 他是最深的 其實 我不深 其實法令是 Rexy那些我可以p走 他p不走 哈哈 相對地 老表的法令不算深 是啊 因為你的拳不起 就自然法令不深 我發現我的法令是越來越深 你明明比我小 你大佬已經是法令大了 但我發覺我真的 這幾年 這十年越來越深 是否說那些法令不深 是管很多人 是啊 不關事 所以其實也對 即是你年紀越來越大 你能管人的機會 最主要就是 其實你有一套 對人 你的拳包 有肉包 還有你的法令 現實 人家都會害怕你的 你不生氣都會害怕你的 但如果 譬如阿魯表 他管人 可親 每個人都會欺負他的 但那些拳頭的 那些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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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這些 好老闆 即不是說 不要老闆 不是說拳高 不要老闆 我真的挺好 真的問題就是 老實說 做老闆 小弟都有搞生意 你太過 做得老闆 你太過好 任由很多事情 沒有了紀律的話 其實對員工都不是好事 他們要有一定的自律性 那你就要靠拳 基本上 還有法令 所以搞生意 我們三個人 那法令呢 當然 牆會比較好一點 怎麼會是牆 這裡 你拉到來這裡 長一點 因為牆的口 有 有 你看一些老書 過口都有 你看一些上書 上書 那些法令 那些很老的 那些 你看習近平 好像法令真的很厲害 是真的很厲害的 你看到 起碼 有相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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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著那麼多人 你惹惹去到盡 你自己都管 我們廣東人的鼻子 始終都不是那麼高的意思 我是Mix來的 這個又是Mix 你看一下 Donald Trump 他的法令去到嘴了 真的 看不見到 那看面上還有些什麼 額嗎 額嗎 額 看早年 青年的時候 他雲情好沒有 所以他問我 對 我覺得很快 對 我經常都不太明白 有些人說 譬如說 張國榮的額很漂亮 很闊 其中有些人 跟他差不多闊 年輕又不是 那可能命格會長成 這個我們說 怎麼為之闊 怎麼為之窄呢 就是額怎麼為之靚呢 應該說 這個 上庭榮的額是靚 因為這個 你額闊 額窄 額高 其實是 跟你的面形是一個比例 是 等於上庭 中庭 下庭 你的上庭 跟中庭的比例 原來中庭很多 那你的上庭就變了短 就是要看回整個相庭 你的額佔到多少 是的 譬如你有三分一的 那額是高好還是闊好 額來說當然 我們不說發線 應該是闊好 那當然是闊好 闊就是說 你的額頭最闊的位 對你的臉 你的臉 原來比你最闊的位 你的額就不算闊 你看馬雲 馬雲 馬雲 他的額是很闊的 你看到他很闊 即是他高不算很高 但是他是很闊的 其實我們都叫做額闊 其實你都知道他想了很多事情 他很小的時候 運氣未必是這麼好的 因為他起碼爆起的時候 都已經是二十多三十多 前期我有看過他的書 他前期也很辛苦 那時候他做導遊 因為他學英文 他教英文 你說導遊 那時候有一個人說出來 真的很好笑 怎樣 他說他當時做導遊 不知道去了雲南 又不知道在哪裡 他當時已經很銷售 撞到那個人 那人跟他把酒言歡 聊了一整晚 他當時已經說了他的想法出來 就問他 就被人拘捕了 問他 我就想做這件事 很有前景 想不可以做 什麼什麼 他當時只不過說 投資好像大 說二十萬 我沒有 我只有幾萬 他就推著馬魂 就沒有載下去 他說 我現在 撞破了十幾次 這個就是捨不捨得 其實做人很多這樣的機會 但是呢 我試過有幾個人都跟我說 叫我的髮型 盡量露個額頭出來 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 你也是 為什麼呢 本身來說 因為每一個人 以我來說 以我來說 你闊 因為本身來說 我就這樣看Rex Rex的額頭來說 其實是OK的 你看到他 Rex的額頭 都OK的 但是呢 我們普遍來說 其實都不應該太遮掩額頭 就是普通人 普遍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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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適宜遮掩額頭 你看到那些戲 那些鬼片 都叫你不要遮掩額頭 你說開又說 真的 以前我師傅教諾 如果你去一些 譬如陰森的地方 因為額頭煮火 人的火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你遮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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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火 就按住它 所以 如果去到那些位置 你覺得尖寒尖凍 你就拆輕的手 然後不停擦額頭 你的火一旺 那些東西就近身 不是 我不肯洗 我幫人來 你那個頭 你那個頭整個 你那個頭 你那個頭 我一聽 就上手 做靈異節目 個人過 都糟糕 那樣子 又嘔又嘔 我是頭痛 因為火向上 那些火一旺 那些頭髮就好用 我告訴你什麼地方 沙羅洞 少去為妙 沙羅洞 你確認完網友也去 那就去 他還沒拿過東西就去 但是他制止不了 我回答 總之 我個人建議 就是盡量不要遮掩額頭 那些客人問我 我都是這樣說 額頭是看煮多少歲 即不論額是好還是不好 都不好而已 當然 額頭是煮多少歲 其實是沒有這樣說的 我有時候看書 又說四十幾有眼 什麼二十幾有額 那些其實是 沒錯 沒錯 譬如我們二十多歲 那段時間 具體就不同 因為各個點都不同 例如中段 中段 二十多三十歲左右 二十多三十歲左右就額 三十多 四十五十就一邊避 人中一邊打落就下咀 然後去到晚運 我們經常說 下爬兜兜 晚景無憂 對 就是主晚運 下爬兜兜 怎麼會知道下爬兜兜 是不是我這個 當然OK 下爬兜兜兜 我們兩個要看他有兒有女 我們兩個無兒無女要看 那絕對是下爬兜兜 你計算來講醒 要wreck張東見夢 沒有 我們要對他好一點 我就是 白年粉碟 我教他 阿Ken 阿Ken 下爬也很漂亮 阿Ken 下爬也很漂亮 你看看他 我們所謂下亭 那算是最高高的 阿 Ник 下爬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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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老比,我下巴都不夠力,說真的,我都不夠力 你已經不算差了 黎將軍呢? 他好,黎將軍OK 黎將軍給個額來看看 黎將軍? 好,阿正 是啊,黎將軍的額好 我是女兒,我是起水 傑林道 我現在見過,我真是頂頭嘴 我第一次見過,你的額好脆 好脆脆,我心脆脆 我可以很肯定這樣說 就這樣看,我們四個坐在這裏,最脆脆是他 第五個最脆脆是他 用未講過有一件事,眉 眉,眉,眉我們有得看的 眉呢,首先,第一件事,我們所謂的 即是兩眉中間 這個很重要 我聽人說,脆脆有些一致眉 即是說,這個眉心 眉心越窄,就越少氣 剛才某人那個呢? 他幾乎都黏在一起 是不是叫一眉道人 不是啊,他很疏的 他很疏的 即是兩眉心就是印堂嗎? 印堂 印堂經常說,印堂發黑 印堂發黑 他都花光了 不加產了,不加產了 不加產了,不加產了 怎麼搞的 以事論事 以事論事 他這個不算是窄的 不算窄的 但是眉骨起 眉骨起 即是你看到,我見到他這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做動藥 眉骨是外凸的 即是眉骨起的 像北京人的樣子 眉骨起 他應該死了很久 幾千萬年了 不是他很疼的嗎? 你給我看一看 我太久不記得他的樣子 他是眉骨疼的 我旁邊沒有看過 我算不算 可能是我沒有的 我都眉骨疼的 我都眉骨疼的 眉骨疼是甚麼意思呢? 眉骨疼就是北京人 含家產 死了很久 其實呢 如果你說眉骨疼 都是有好又沒有的 有好又沒有的 即是他本身眉骨疼呢 他煮他的那個 那個 性能力 性能力又不是 這邊 即是眉骨疼呢 我們煮那個 難怪他沒有了道 氣 即是他本身那個人那個 氣量 氣量 都是 都是那一口氣 但是如果你太疼的時候 你那個 做人都是為一口氣 就會對那樣東西很緊 很執著 很執著 我真的很執著 你看到那些人 眉骨不起的 都會軟一點的 你自然 你會覺得 這個人眉骨 其實我眉骨疼 攻擊性都高 即是 我便突 我便突 我便發瘋了 我便發瘋了 眉骨疼之餘 不是打Key人 就打人了 要有肉包 都是那句 有沒有肉包 在面上有肉包 你有沒有肉包 即是他爹有肉包 就是 拳骨有肉包 很好 拳骨沒有肉包 你有拳骨都不行 很辛苦 那次我說什麼 微微散 是什麼 微微散 濫膠 微微散 我告訴你 你就著來說 我都微微散 我告訴你 不是說你 我告訴你 你兩個都濫膠 你要溝 你微微 你是微疏一點 你都知道 超級難監 你都看錯了 這些叫做超級難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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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好 微散那是怎樣 首先來講 微微散 微微散 某程度上 是我們所謂的人員 微也是管其中有一樣的 很久沒有人員 管兄弟公 是 但是 如果 如果某程度上 我 微微散牽涉到有少許壓木 就會比較容易有是非 那我建議你 拔一拔 是不是 下一句就是拔一拔眉尾 是不是 收一收眉 不是 其實 我原本 你不算眉尾散 我二十多個眉尾很散的 我是 拔多了 因為拔多了 因為拔多了 你拔眉尾 即是收眉 你拔眉底 就不要搞眉尾 是嗎 我是沒有這個想法的 我亦都有跟客人研究過 因為有些女的客人都會問 怎樣收一下眉尾好不好 我基本面來說 我覺得收一下眉尾是絕對好的 即是等於剪鼻毛 真的 即是眉青木秀 對 你不要眉眼目的人都不精神 我找 我的朋友收眉 是差點的 我留意到 女人是差點的 我留意到她的 你不用扣 多謝你收聽Rekazine的節目 記得Like我們Facebook 最好Subscribe我們YouTube Channel 最好打上我們 打上一下令我們做得更好 亦都為Rekazine籌務營運經費 PayPal帳 MemberAtRekazine.com.hk 或者匯豐銀行 652-593-039-838 Rekazine New Media Committee Limited 小小打上 多多支持 多謝支持